大家好,我是Will 今天给大家讲一起失踪案 它发生在1991年 地点位于日本福岛县的田村郡 一名七岁女孩 在家里有八人在场的情况下 离奇失踪 它就是日本著名的未解决事件 石井武失踪事件 日本福岛县的田村郡 相信大家并不是很陌生 之前我们讲过一期 女教师宿舍便池怪死事件 也是发生在福岛县的田村郡 今天要讲的这起失踪案 发生在福岛县田村郡的传影町 在这里住着石井一家 他们住在一栋两层的楼房 一楼和二楼都是可以独立进出 男主人名叫石井贤一 37岁 是当地一家建筑业务公司的老板 他的公司就设在自己的家里 在那个年代的日本 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公司就是自己的家 自己的家就是公司 这样可以节省很大一笔房租开销 和上班通行时间 石井先生的太太名叫吉子 27岁 他们两人结婚8年了 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名叫石井武 今年7岁 我们就叫他小武 他还有两个弟弟 分别是6岁的石井贤人 和刚满一岁的石井李央 除此之外 家里还住着74岁的爷爷 和66岁的奶奶 一家人生活条件不错 可谓是衣食无忧 其乐融融的生活着 然而就在一天夜晚 石井先生7岁女儿石井武的离奇失踪 打破了这一家人的瓶颈 那么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会让全家人都在场的情况下 让一个小女孩平白无故的失踪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 1991年的7月24日 1991年的7月24日 是个星期三 这天石井家里来了两个小女孩做客 一个上小学四年级 另一个上小学两年级 他们是石井太太朋友的孩子 加上石井家的三个孩子 五个孩子在石井家一起玩耍 玩得很开心 家长们也已经提前说好 这两个小女孩会留在石井家过夜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她的名字叫做玉川和谜 22岁 她是石井先生公司的一个职员 同时也是小五堂姐的男友 由于工作的关系 有时候她会住在公司 也就是石井家 并且这天玉川就在石井家 下午几个小孩 还去了她的房间和她一起打电动 由于老板石井先生 这天让她留下来处理工作 因此这天她也会留在石井家过夜 到了晚上8点50分 小五的爸爸石井先生 就先带着两个儿子 回到二楼卧室里睡觉 在平时的时候 石井夫妇还有三个孩子 都是睡在这间卧室里的 而这天由于来了两个小客人 石井先生的卧室里就睡不下那么多人了 因此石井夫人已经提前准备好隔壁的一间房间 里面有一张双人床 可以让三个小女孩睡在这间房 此时两个男孩跟着石井先生 回卧室先睡了 三个小女孩似乎很聊得来 由于放暑假第二天也不用上课 小五的妈妈就让他们再晚一会儿 可以晚一点去睡觉 小五的爷爷奶奶住在家里的一楼 这天晚上这对老两口兴致很高 并没有去睡觉 而是决定去附近的一家卡拉OK小酒馆坐坐 当时日本很流行这样的小酒馆 并不是现在的KTV 而更像是居酒屋 中间会有卡拉OK设备 不认识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唱 到了晚上9点 小五的爷爷奶奶看到一楼公司职员 玉川的房间关了灯 估计他准备去睡觉了 到了9点20分 小五的爷爷奶奶已经提前叫好了出租车 饶有兴致的出门前往小酒馆 享受夜生活 在出门的时候 他们还特地锁上了一楼的门 到了9点30分 三个小女孩在二楼客厅玩了一整天了 终于困了 于是就准备回房去睡觉 小五带着两个小女孩来到爸爸的房间 看到爸爸和两个弟弟都已经睡着了 这才想起来妈妈和他说过 今晚他不睡在这里 而是睡在隔壁的房间 于是三个小女孩就进入了隔壁的房间 经过一整天 他们已经非常熟悉成为了好朋友 因此并不介意睡在一张床上 还很开心 于是小五就睡在中间 另外两个小女孩睡在两边 没过多久 他们就入睡了 小五妈妈忙活了一天 这个时候几个孩子也已经睡着了 于是他就继续做着一些家务 收拾小孩的玩具 准备第二天的三餐等等 到了晚上十点半 小五妈妈进入了三个小女孩的房间 为三个孩子盖了盖被子 并关了房间里的灯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这是小五妈妈最后一次见到小五了 随后他就用了二楼的厕所 在厕所里 他听到了楼下有人打开大门的声音 顿时觉得有些奇怪 心想难道是小五的爷爷奶奶 那么快就回来了 还是有谁出去了 于是他推开了厕所的窗户 他楼下看了一眼 只见玉川一个人 匆匆的出门朝着南面走去 此时小五妈妈心想 他可能去和朋友喝酒去了 也没有放在心上 上完厕所后 小五妈妈就来到一楼的浴室里洗澡 在洗澡的过程中 他再次听到了有人打开一楼大门的声音 并且还听到了有人上楼的脚步声 到了晚上十一点小五妈妈洗完了澡 由于忙碌了一天了 忘了刚才听到脚步声音的事 就上了二楼关掉客厅的灯 回到丈夫和两个儿子的卧室里睡觉了 到了凌晨两点 小五的爷爷奶奶从小酒馆回到了家 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 出门的时候明明是锁上门的 回家的时候却发现没有锁门 进屋后他们就顺手再次锁上了门 然后去到一楼玉川的房间 想问问他是不是开过门 原本老两口还在担心会不会吵到他睡觉 没想到来到玉川的房间一看 他竟然不在 老两口越发觉得奇怪 因为之前出门的时候 明明看到他关灯睡觉了 怎么又出去了呢 并且连大门都没有锁 也太疏忽了 于是他们就上到了二楼的房间 想问问儿子 知不知道大半夜的玉川去哪里了 此时的石井先生睡眼门龙 半睡半醒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老两口的问题 回答了一句 明天再说吧 到了早晨四点半 小五爸爸便起了床 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由于他从事建筑业务工作 因此已经习惯了早起 并且每天都是这个点起床 他的办公室也在二楼 这天早上小五爸爸发现 原本二楼应该锁着的大门却没有锁 不过小五爸爸也没有太在意 因为之前也发生过忘记锁门的事 日本的治安也没有那么差 不会因为偶尔忘记锁门就怎么样 因此他就进入了办公室 开始了工作 到了早晨五点半 昨晚跟小五一起睡的两个小女孩醒了 他们发现昨晚睡在中间的小五不见了 就从房间里出来告诉了大人 小五的爸爸第一个听到了这个消息 然后他就叫醒了全家人 大家顿时紧张了起来 赶紧把家里的各个角落都找了个遍 不过没有任何发现 于是石井先生就报了警 警察来到石井家后 先是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 根据石井家人的描述 昨晚本应该住在他们家的玉川 在没有和任何人说明的情况下 无缘无故在昨晚出了门 不知去向 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石井一家人觉得 肯定就是他把小五带走了 正当警察在给全家人做笔录的时候 到了早晨六点半 玉川回家了 警察马上就把他控制住了 问他把小五带到哪里去了 玉川回答 我什么都不知道 警察接着问他昨晚去哪了 玉川说 昨晚十点多的时候 他出门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 打了一个电话给在郡山的朋友 通过电话的沟通 玉川觉得他的朋友情绪很糟糕 因此决定马上去郡山找他的朋友 于是他就坐进了自己的车 准备开车过去 没想到汽车电瓶没电了 怎么也启动不了 无奈他去附近转悠了一下 回来再试了一下 还是无法启动 然后他就到了船营站 准备搭乘JR线到郡山 到了车站后 他发现末班车已经开走了 无奈之下 他只能叫了出租车 大约到了11点半 他乘坐出租车 到达了郡山 不过原本和朋友电话里说好的 在某车碰面 结果朋友却没有出现 一时间玉川又找不到他的朋友 于是他就在百货公司门口的长椅上 睡了一晚 到了第二天一早 就搭乘JR线手班车回到了船营站 然后就到了家里 看到了门口的警车 在场的警察听了他的描述 觉得他的行踪飘忽不定 很是可疑 认为他有重大作案嫌疑 就把他扣留了 日本警察接着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 掌握了一些线索 小五胆子很小 平时晚上连一个人上厕所都不敢 并且通常小五都是和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五个人 一起睡在一个屋内 这天是小五第一次 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睡 因此可以排除 小五自己一个人开门出去 一定是有人带他出去 或者是引诱他出去 当晚在家里的 只有玉川一个外人 并且在当晚他还出过门 虽然小五的爷爷奶奶 在那天晚上也出过门 不过他们老两口 绝对不可能要害自己的孙女 也找不到任何的动机 因此只有玉川一个外人 他嫌疑最大 当晚和小五睡在一起的小女孩们说 他们晚上隐隐约约 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和小五在对话 具体说了什么 记不清了 但两人均表示 有个男人进来过 其中一个小女孩说 在那天下午 他们在玉川房间里 一起打电动的时候 听到玉川对着小五说 要不要晚上十二点一起出去玩 不过警察认为 这是小五妈妈诱导小女孩这么说的 因此没有被采拿为证据 警察搜查过实景家 除了住在家里的这些人 没有采集到其他人的指纹 并且警察还带了警犬来找小五 警犬顺着小五的味道 到了一楼正门口就停下了 因此可以推断 小五是自己走到门口的 然后被人抱走 或是进入了汽车里 有附近的居民在当晚看到 有一辆白色的汽车 打开着引擎盖停在路边 并且汽车引擎是发动着的 以为是谁的车 出了故障停在路边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 这辆白色的车不见了 经过警方对实景家周边邻居的 挨家挨户的盘查后发现 附近一带的家庭没有白色的汽车 因此推断 这辆车是一辆外来车 并且很有可能 就是这辆车把小五带走了 通过上述这些线索 基本可以锁定公司支援玉川 他嫌疑最大 也是唯一嫌疑人 然而此时实景家并不想拿他怎么样 只想找回自己的女儿 后来还甚至请求他 说出女儿小五的下落 然而玉川坚持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真的是像之前口供一样 去见一个朋友 没想到回来以后出了那么多事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 玉川就是罪犯的时候 万万没有想到 日本警方在经过两周的调查后 将嫌疑人玉川释放 因为有两个关键性的证人 可以证明玉川当时并不在现场 也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第一个证人是一名驻租车司机 他证明当晚确实载过这个人去郡山 第二个证人是在郡山街上招客的人 他看到玉川半夜躺在百货公司附近的长椅上 他们甚至还聊过几句 有了这两位证人 就可以证明玉川给警方的口供是真实的 小五妈妈最后一次见到小五 是晚上十点半 而出租车司机接到玉川的时间 是在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 因此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将一个活人弄消失 是不太可能的 除此之外 日本警方根据玉川 在警察局的口供表现和配合度 判断他不像是在说谎 于是就把他放了 当唯一的嫌疑人被释放后 案子就断了线索 谁也不知道谁带走了小五 小五的爸爸石井 坚持认为玉川带走了小五 根据石井的说法 玉川平时有吸食香蕉水的习惯 自己曾经多次严厉阻止他 并且事发那天 原本玉川是要去旅行度假的 却被石井要求留在公司处理工作 实际上石井和玉川的关系 一直都不怎么好 要不是石井看在玉川的女友 是小五的唐姐的份上 早就想把他辞退了 因此很有可能玉川 积怨已久怀恨在心 就想找石井的女儿报复 因此石井认为玉川是有作案动机的 石井还说 玉川汽车的电瓶早就没电了 他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 这几天都是开着公司的车出去的 怎么这天晚上 莫名其妙的又去盖自己的车 难道是失忆了吗 不过这些都是石井的假设 与单方面的说辞 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撑 警方很难采纳 原本活泼可爱的小五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这让石井一家再也没法好好过日子了 为此小五的父亲石井先生 关闭了公司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想全力找回女儿 为此他还偷偷请人 24小时跟踪玉川的行踪 然而却没有什么发现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找到女儿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由于实在是找不出还有谁能够作案了 日本警方也无能为力 在事发后 玉川也很苦恼 说石井认定自己害了他女儿 而自己真的是无辜的 玉川还接受了招日电视台的一档节目的邀请 讲述自己的感受 不过在节目中 玉川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他说 到时候我会说出石井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难道真的是他带走了小五 或者他知道是谁带走了小五吗 谁也不得而知 如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8年了 玉川依然没有说出石井 小五也依然没有找到 这起失踪案成为了一起未解决事件 如果小五现在还活着 也已经有35岁了 尽管几十年来陆续有媒体刊登了小五童年的照片 然而长大后变化会很大 找过的希望十分渺茫 这起案件 绝对不是一起临时起义的作案 它一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案件 为什么作案者会选择在24号这天动手 因为只有这一天小五才会和父母分开睡 这也是最好的下手机会